好 这场中美大战 事情演变到现在这样子 川普现在都被大家说 他好像皇帝一样 已经变成川皇了 而且现在角色他已经完全变身了 川普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顺我者身 逆我者亡 但是他为什么要扩大战场 因为他的苗头就是要对准中国大陆 现在川普就说了 他说 只要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给你加关税 不断的加 那么另外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恢复了针对巴西 针对了阿根廷的钢驴去加征关税 为什么呢 因为阿根廷跟巴西不听话嘛 他说加他们关税的理由是因为 他们的货币大幅的贬值了 对美国农民很不利 所以去他们加关税 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是因为巴西跟阿根廷把农产品卖给了中国大陆 川普就生气气了 还有另外他也去加加关税 他对24亿美元的法国商品去加征了百分之百的关税 也就是说将来可能在美国你去买法国的香槟 法国的名牌包恐怕都要变贵了 这些东西恐怕都会遭殃 川普也有理由啊 他说因为你法国开征了数位税 这下子的话会对我美国 包括脸书 包括Google 包括亚马逊这些都有冲击的 你是在歧视我美国的公司 所以我要跟你加百分之百的关税 但事实上也是因为法国马克宏 不听话啦 因为他跑去跟中国大陆签订了150亿的合约 合约内容包括了法国可以去卖 加齐还有牛肉猪肉给中国大陆 而且马克宏之前还公然跟川普两个人去对抢了 当然了 如今这样子走下来的话呢 现在中国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之前习近平感觉上好像还是蛮温和的 他说中美贸易战我不想打 但是你要打的话我也愿意奉陪嘛 但如今他非常强悍哦 直接反击川普了 他罕见说出了重话 习近平说美国你干涉到了我中国大陆的内部事务了 而且威胁到了中国国家的主权安全 阻碍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了 所以中美贸易战要打嘛 但是这么打下去呢 习近平推出了很多很多他的希望做的事情 有没有影响呢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影响比较小的 包括了他以支持乱港为由要制裁 美国五个NGO的组织 可能会驱离或者冻结他们的活动 这个影响其实比较少一点点 接下来这个影响就大了哦 习近平说呢 即日起呢要暂停审批 美国的这个建机到香港去修整的申请哦 包括了BBC都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 中国大陆的表态如此的明确 也就是说美军在东南亚 两个主要的停破点 包括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新加坡 但如今他香港不让你停了 接下来香港设备完整 而且可以供应包括了这些气啊 供水电啊 供加油等等 美军每隔一到两个月 就要到香港去修整大概四到五天 但是如今都不可以去了 平均每年会到香港停靠五十次也 这下子也完全无法停靠了 完全大大影响到了美国的军舰补给 会冲击到美军的军事部署 哇这下子对川普影响可就大咯 接下来因为美国不断的去制裁制裁制裁 结果呢很多的朋友都去找中国大陆了 中国大陆跟这个俄国现在能源军事都在合作 就是希望呢手牵手去对付美国 习近平跟普丁两个人现在手握着手啊 感情非常好啊 12月2号能源合作了 因为俄国跟西方国家好 有关系不是很好啦开始吵架恶化之后呢 欧美这些国家开始抵制了 他们说他们不买俄国的天然气 但是有人买啊 中国大陆买啊 于是呢这个中俄的两边啊 他们规划已经很久了 超过十年的中俄天然气管 终于正式的通气了 而且合约长达了30年内 这下子呢握手要握30年内 俄罗斯正式成为了中国大陆的天然气供应国 另外呢其实早在7月23号的时候 就有一场联合军业 那么很巧不巧啊 当时的美方啊 这个美国的国安顾问啊 当时是在南韩去接受访问啊 去访韩的期间 结果呢中俄的轰炸机 就在亚太联合巡航 这下子让日本跟南韩都非常紧张啦 所以战彩一度紧急的升空 而且中俄双方还说啊 这联合军演将来会变成常态 就是告诉你川普啊 我们也不是省油的灯 那么另外中美两个角逐角力的战场 不只是在贸易战上面 还有在手机上面了 苹果一年一度的星期发表会 才刚刚结束不到三个月啊 现在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发表最新的研究报告 他说未来的苹果呢可能会改成 半年就发表一次新品要来抢占市场 而对手华为也开始动起来了 传出当家的旗舰机款已经可以达到完全的去美化 每年9月份10月份一到 就是果迷们疯狂的月份 因为全部都要来排队抢购新机 一直以来苹果呢都是维持一年就更新一次新机的速度 不过现在传出啊可能要将周期缩短到半年就更新一次 分析师预估2021年苹果的发迹节奏将大转换 但这么做对果粉是好还是坏 蛮有可能会变成说上半年会推出 比较中阶或者是比较低 入门款的11像这种11系列的 那下半年可能就会推出像Pro系列这种比较高单价的 消费者可能在买手机的时候 也不用等待那么久的时间 然后选择也会比较多一些 不止新机发表时程更动 现在传出Apple Mini LED产品 2020年也确定有谱 分析师郭敏奇出具最新报告 大胆预估2020年到2022年出货量有望达到900万片 同时点名金店 台表科 鸿海 广达等七家台厂都将受惠 苹果手机拼升级 而另一头劲敌华为开始去美化 外媒报道期间几款Mate 30 已经为使用任何的美国零组件 我们没有美国是能生成的下来的 但是我们会拥抱全球化 美国公司我们你供应期间我会欢迎 你不供应期间我也能生成下去 尽管认真飞没在怕 但华为Mate 30 Pro 12月9号将登陆法国 却因为没有谷歌的GMS服务 被绩效是很贵的砖头 这一让销量前景恐怕得打上大大问号 东三财经新闻红沛回昆元综合报导